不知道鄉親有沒有看過 映圖丸子說台語 台語版的映圖丸子 現在在九九部的網站 都可以看到 這也讓台語配音的工作 這個系統給他出這麼多出路 而且讓他看到 這個人都配的櫻桃小丸子 開箱說的都是台語 配台語版丸子的人就是他 今年39歲的過丸面 還要看電腦 你心動氣不要緊 說話若親手跟這個路人 一聽就知道是丸子本人 冠仔米也洗手 配丸子最好做的地方 草林呆也是要草林呆 給人聽聽 有時候落到一半 你還會說 爺妹你太草林呆 我們要比較清楚一點點 冠仔米昨天 是在上山基地聽電話 給人客 他發現自己的聲音 和唐老爺有聲 剛開始研究自己的聲掃 改道做台語配音完 製作就43年 現在青春是我齊的男廟 譬如英雄八面龍吉 倒在臉城 美人還有擔保 那些人的聲掃 這張台語靠北 也是過丸子的作品 利用這個表演的過程 你去學到不一樣的人生 去體驗到不一樣的人生 我是覺得說 廚民的地方是在這裡 氣球的部分 我們就是一般比較通俗的音 我們如果落到這些比較教育的方便 我們比較注重在這個發音的部分 一般是你會 是聽我不是聽我 聽起來很有少年氣 這個用台語配音的人 是對發音來減額 台語配音的少年輩 今年30歲的目選民 發音就是你一定要去標準 但是台語就是聽給人聽話就好 我覺得這樣比較清添 旁白那種的口袋 就是要介紹比較專業的東西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 因為台語配音的很少年人 莫選民剛好有台語的基礎 全對全部的腳步 未來也希望能夠再提升台語文靈略 現在我希望我自己可以 比較有系統來學這個意見 不覺得學英文一樣 跟台語這樣學起來 我們不要說台語一定要多練 回到這裡可以接這個工作 問題是你要說之後 這就是生活對話 不會說太過需要人 連這些都要去幫你調 用聲音表達台語的各種聲證 台語配音完 過額米 韓國選民 要繼續走 讓人聽到特色內地感情的度變化 記者 阿民進檔報路 台北報道